歡迎繼續收看《要財財經台》新美嘉賓現行的郭Sir 我想大家都比較關心市況的走勢 現在環球股市,例如南韓股市 也下跌,創了15個月的收市低位 另外,日經指數也是 創了09年4月以來最低的水平收市 包括內地也創了14個半月的新低 問郭Sir的意見 現在整個內地或本港的走勢都疲弱 但有沒有短期支持位,例如17,000點? 剛剛穿了17,000點,反彈力度也很強 其實跌了很多 今個月是由20,975點跌到16,999 三條狗,但仍然人長狗,果然真的沒錯 其實還有少少支持,但都是向下走的 今個月的跌幅已經去到3,976點 相對上個月的3,940點 其實來講,今個月輕輕放大了 始終一天都有勾債、欺料債務的問題 違約問題等等 是大條道理給做淡者趁機會聚擊的 你看看今天跌的股份 長實、和王、太古A、平保、廣交所 其實全部都是冷價地跌下去的 當然其子、其權、謀控症、衍生工具 是會放大了 所以導致股價跌得比較急一點 預計就預計去跌 但不是一天這樣跌得那麼急 跌得那麼空 以及跌得那麼難看 不過無論怎樣也好 剛才Anita問到 到底市場會不會有技術上的支持位 在一般情況之下 如果沒有一些外圍因素的衝擊 我單單說是技術上升得多而跌的話 是對的 可以用波幅 可以用自己的基本因素或者走勢 去揣測大市到底應該跌多少 或者各樣東西 因為大家都是這樣做 跌得太深 基金經理為何要沽出來 去到那一刻 可以回水便買回 甚至回工沒有沽過貨 不排除資金比較多 上一層買不夠 這一層我再買過 也有的 但現在這一刻 不是由基本因素轉弱 而導致市場下跌 也不是本地的因素 或者是有些什麼 是變化了 導致股值被拉低 相反來說 就是有些外圍的因素 包括美債、歐債等等 是很難去抗衡 也很難去預計的 當然大部分人都覺得 希臘的債務 維約機會很高 但希望他維約機會很高 不就是當他維約機會很高 而且他維約之後 會不會火燒連環樹 其他歐洲國家都有問題 是另外一件事 但市場的一些保守的情緒 暫時來說真是揮之不去 我自己覺得 就是一天這些相關的因素 仍然困擾整個市場 真是會令到市場 跌時容易升時難 事實上大家看得到 跌的時間 是這樣 稍微轟轟轟轟轟 佢火隊一樣 趕著來 到升的時候 小貓三幾隻 了無氣候 不過是不沽著感解 有沒有新的資金進去 不敢講我 但就不那麼明顯 由2008年海嘯之后的低位是10676点 第一个反弹去到当年12月的15781 接下来到2009年3月9日的11344 很清楚 但这个浪的低位应该是10676 所以我就拿10676开始来计算 这是金融海嘯之后2008年的低位 经历过两年之后的上升 去到去年11月看到24988点 由低位上升的幅度 足足升了14312点 如果回吐一半 应该是17832 一半不行 可能要0.618 就是16143点 换句话来说 现在介乎回吐一半 回吐是0.618 如果以现在的形态来说 由于这个总的升浪 大市已经跌了一半 所以理论上来说 是有红的影子在这里 这个不需要争拗的了 的确是有一个红的影子 或者市已经有一个红的阶段 所谓红的意思 但是往后将会一浪低一浪 直至某些因素在市场上 反映了 或者完全反映 甚至是过分反映 才能够终结这个 技术上的抛售潮 当然知道 去到那一刻来说 由于资金不断汇聚在 到你没有时间 便又再买过 那下升的话 形态上有一个牛的开设 问题就是 如果这个红市 因为是来自一些外围的因素特别 不是企业的盈利本身来说 是有什么重大的变化 所以有部份的人士 可能包括我在来也好 都仍然始终认为 有少少迹象 就是这个只是一个牛市二期的调整 但无论如何都好 由于指数已经跌穿了 17,832点 所以这个上下走势 应该是一个红的影子 这个不需要争拗 好了 红、牛 我们暂时不要说 我们要说的是什么 就是自己的状况 今天在网上有些朋友问我 我自己私人的网站 到底现在应该怎样做 如果是红的话 我是不是应该清倉 其实你这样问我的话 真的我很难回答你 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同 如果你今天是有100万的资金 你买了10万元的股票 你当你买中行、公行、建行都好 就算你有所损失的话 大约是100万当中的几万元 即是几个百分比 你不需要害怕得那么厉害 但当然基于明天可能会更便宜的心态 你愿意我输了些少少离场 我持现金的话 那就没所谓 我是不反对 甚至有些人觉得 市是会再跌的 不过不要紧了 好像中行、农行、建行 已经跌了那么多了 农行更加不用说了 跌了两个多人钱一股 中行更加由高回来 已经跌了一半 我开始慢慢买 就算你再跌 我也是分阶段慢慢买 有些人就说 每格两毫指 或者一毫半指 或者是 怎样都可以自己订 就买一手 当然知道 三元买完第二手 两毫半就是两个七毫半 再第二手买两个半 再第二手买两个两毫半 我总不信你买到一毫指 换句话来说 有些是中线吸纳 他又会采取分阶段慢慢买 这个基捐于 他本身的资金相对比较多 才可以这样做 但如果你说 自己资金真的不是很多 剩下来 可能已经剩下很少了 当然不可以加住 因为你不知道 是否真的见到底部 如果再跌的话 没有现金 人就会很彷徨 相反来说 如果持有比较多的话 其实选择真的不是太多 你就唯有慢慢去减资 你一直不减资 到现在你才问我要不要减资 我就反问你 你的资金还有多少 没有了 全部都买货 那你用什么问人 你买到没有货 或者做胖子 市一跌就叫胖子 叫胖子 叫胖子 你没得给的时间 人家就帮你沽 要么是你自己理性一点 慢慢去沽 你自己不理性去沽 就人家帮你沽 到其实人家帮得你沽 当然跌得深思帮你沽 叫胖子你没得给 就在低价那里走 那损失是谁 又是自己 所以呢 在市况不明朗的时候 我经常说做好少少风险管理 今天有人问我 何为风险管理呢 意思是 这一分钟 如果你觉得 现在拿50%的比例现金 是好一点的时间 你就应该是拿50%的现金 有些就说跌了这么多 怎么沽 沽出去很难 有多难的事 赢一半你肯不肯沽 不用赢一半 赢10%也走不走 其实输的时间 或者逆转的时间 由于不舍得虧 很多时候输得多些 输得多些 不过无论如何都好 你说拿50%的现金 防守性当然是强很多 有些就说 现在再走 真的输了半 真的很欲赤 其实 如果你真的受得到的话 就可以做第三个方法 就是货换货 你的股份不见到50% 有些优质的股份 一样不见到50% 可能更加多 这样的话 不如货换货 将自己拿着的货 例如二线三线股 都跌了很多 但是前景是比较保守的 或者企业盈利的前景 还是很中性的 但是有些股份 他根本上的营运是一路很好 而且未来的盈利 是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的 你就可以将股份 转去那些盈利前景 比较好的股份 就货换货了 因为日后上升 市或者再回向上升 一定是盈利能力比较强的股份 是升得比较急的 这个分钟指数 17,387点 暂时跌了282点 情况有少少回稳了 不过势头还是反复带远的 好 其实由低位 最多跌669点来说 现在已经回升了不少上来 谢谢郭sir 也要郭sir帮我申报一下 刚刚说过股份 你有没有持有的 是没有的 好 稍后回来 就有全日总结的环节 再跟大家跟进 各大板块的表现 因为今天有611只股份 是创了52周低位 当中佔了很大部分 都是主要蓝筹股 当中以香港地产股的板块 跌得最厉害 因为说得出的 几乎都是创了52周低位 一会一会 稍后回来 是全日总结的环节 再跟大家跟进 看看现在恒指跌着288点 17380点 稍后再谈 再来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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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到处理